加拿大为什么要叫加拿大 你们别说我问了一句废话 明家境年间 一个法国航海家跑到这儿 碰见了两个印第安青年 然后就问人家 小伙子这个地方叫什么 然后人家就说叫Kanata 好吧你俩说啥就是啥 这点以后就叫Kanata 就这么的就叫了加拿大了 也是很草率呀 这个Kanata是印第安语群落或者村的意思 所以你看加拿大第五大城市 这个街道上很符合这个国名 好歹也是准一线城市的市中心 我就碰不到两个活人了吗 我就不信了 这不就碰见一个了吗 这不还能走的吗 哎呀这不得了 这一口气碰见三个 虽然还有一个不会走 不是这孩子是你姑姑家的吗 这么冷天推出来溜达啥呀 你看我眼睛多好事 离这么远我还能发现一个 嗯别动说你呢 就是你第六个 你躲肝后边我就找不见你了 第七个 八九十 勾圈开 完美 加拿大全国三千七百万人口 啥概念呢 你兜个低足你都凑不起仪 我饶着市中心密个石 一共就碰见一副扑克牌 还不带大小王的 这是个雪花 这是个小鹿 这冰雕师傅是喝了来的吧 雪鹿 勇闯天涯呀 哎这店名挺好 二手咖啡 行了就你了 就你这吃吧 我就不信你是能给我要死咋的 幸福是在哪里 我来说 你你这看 我来说 感谢观看